全乃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室实施完工启用了 经济部和桃园市政府吸手合作 赤资46亿来大造桃园会展中心 包含了会议中心洞和展览馆洞 启用了最大的会议室可以容纳2000人开会 让世界看见台湾 经济部和桃园市政府吸手合作 在中立青浦地区机场捷运A19站旁 打造桃园会展中心 6月4号举办统包工程完工典礼 桃园张胜正亲自出席 这是全台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设施 大型会议室可以容纳2000人 整个工程是由经济部出资由桃园市政府来提供土地 然后中央跟地方来合作开发 在112年3月完工之后 也在112年的8月到10月举办世界客家博览会 担任这个台湾馆的一个展馆 那目前的话也已经跟这个全岸军工 那并且进行跟这个国际贸易署这边的一个点交作业 赤资46亿5000多万打造的桃园会展中心 有会议中心洞和展览馆洞共两大洞 设计定位以会议为主展览为辅 最高七层楼设置1300格起机车位 特色是结合商场的复合型会展场馆 张胜正表示 未来会有更多国际化的活动在桃园举办 在今年的9月我们的青山会全球的年会会在这里召开 明年我们的台湾灯会室内灯区的部分 也会利用我们这次的设施 所以我想这个会展中心起用以后 会让我们桃园办的活动更能够国际化 更能够多台多汁 桃园会展中心也是桃园新竹地方制造业 和科技研发产业的交流平台 未来也能提供桃园航空城会展需求